警方先前获报 有嫌疑人非法只有枪械跟毒品 在经过一个多月的搜索之后 终于掌握到了嫌犯的确切行踪 警方前往一间洗车厂待人 查获了手枪子弹跟毒品 当场人赃俱火 打开车门快步冲下车 几名远警冲向男子将他压制在地 嫌犯不敢轻举妄动乖乖束手就擒 怎么也没想到洗车洗到一半 会被警方找上 原来他就是先前遭通报 非法持有枪械和毒品的赖性嫌犯 台东警方获报后 展开了一个多月的搜索 这个月二十号见实际成熟 锁定了嫌犯的踪迹 在民航路的一间洗车厂 找到他当场将人逮捕 常获其非法持有非自私手枪一把 子弹使事发 安非他命五包等证物 全案一违反枪炮弹业刀械管制条例 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依送台东继检署侦办 嫌犯被警方逮个正着 人赃俱获 无话可说 警方将抢扫黑诉枪 就是为了确保选前治安 不让暴力介入选举 记者刘林祥台东报导 我用父母刀判判判判判刑